釋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到六十页 讲到这里 现在要讲 去路正法者 因清淨善事 正教达实性 卑敏巧为说 这个记忆 我们来看到导师的解释 他说正法 虽然可以从经典去了解 但主要还是要从说法师去听闻 我们这一个说法就是 佛法无人说 虽贵莫能解 所以他说法师的开导 比起自己阅送 到底迅速而容易得多 但是也要有了解的人讲 不了解的人也许也会误导 所以他基本上 在讲这个问题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要听谁说 亲近谁 佛法无人说 虽贵莫能解 你要怎么聪明 你没有专业的 或是懂的人跟你讲 你还是不容易自己明白 所以为了要去入正法 去入就是进入 那进求佛道 应该要清净善事 清净善事 善事就是善之事 尤其是大圣的善之事 那么尤其是 这个大圣善之事 佛曾以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作义 随法行 说为欲入圣流 必备的四大条件 这可见善之事的重要 欲入圣流 必备的四大条件 所谓叫做 是欲流之 欲流就是欲入圣流 欲入就是进入 那么圣流 就是你能够 你能够成为 这个圣人 一般我们叫超反入圣 那 欲入是 你还没进入 但是你可以进入 就是你准备进入 也是有时候说 进入圣流 圣人之流 流就是流类 那众生分做两类 这不是凡夫 就是圣人 那我们现在是凡夫这一类 那你可以进入圣人那一类 那你必须有四点 清淨善之 就是天文正法 如你的作用 法 水法 这个是法跟水法 法就是涅槃 水法就是八正道 就是这样 就是行法跟水法 那怎样才算是善之事呢 那到底 我们常常讲 依法不依等 那清淨善之事 要依法不依等 但是最 但是法是从善之事而有的 所以要先 要先有善之事才有法 那 只是我们清淨善之事 最重要的是要文法 所以才会讲 依法不依等 那么 怎么样才算是善之事 这里提出五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不是因为他图众多 试验大 相貌庄严 或者 那世间的学问 那什么博士毕业的 阿福大学的 那懂的什么 不是这些 就是 是法 惨宗 多知多事 就是那世间的学问很好 那 都不是这个 不是他有什么学历 他有挂几个博士头钱 那不是他有几间 试验的住持 也不是他相好庄严 声音好 能说会唱 也不是他徒弟众多 万人有代 都不是这样 那是怎样呢 我们来看 那这里讲 举出五点 那各个经论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很多人 等下我们再举出几个经论 不懂不说吧 第一个有正德 就三学修正 三学就是戒定会 戒 善戒清净成就 就是他持戒庄严 就是他有规矩 那么持戒 不该犯的他不犯 那持戒清净 第二个定成就 就是他 基本上他有禅修的经验 那不容易起烦恼 那持戒清净就不会去造作恶严 定成就就调伏烦恼 会成就就不起烦恼 就没有烦恼 那定成就烦恼有 但是把它调伏出 第二个 这个是正德 正量 就是有修正的功能 叫正德 就是你有修正佛法 修正基本上就是戒定徽 他再进一步讲 就是戒定会解脱解脱之间 他还没有戒脱之前 要有戒定会的这些功德 第二个 教德 那 这个教 就是教义 深入精湛 成就多伟 能开示导引学众 进修大圣正道 他知道方法 知道道理 知道赤定 可以告诉你怎么样 那么你可以到达这样的成就 就多伟 博学多伟 那么深入精湛 第三个 达实性 实性就是正法 这或由宪政会通道 就是你的智慧 或由文师教理得通道 就文师修正 那么能够以智慧 那就是你有正量的 然后是你虽然没有正量 但是你能够知道文师 能够通达 能够通达这个正法 这达实性就是通达正法 前面是多文正法 第四个悲悯 有慈悲心 为了你说法 不是为了明文力 而是能够利益众生来说法 这个是有慈悲心 第五个巧为说 就是他能延善到成就变才 善巧方便的为众生说法 这个指示 这个最重要是要你得到利益 而且能够说真实的法 而不是能眼善辩 但是说的不是正法 重点是要能够说正法 能够让众生得到利益 那么如成就这些功德 那就是了不得的大善之士 当然他讲末法时代 全德 就是完全有这五种功德的善之士 不容易找 难得遭遇 修学佛法却又不能没有失用 所以不能不退求其次 我们最好的就是以佛为善之士 佛没有了 那怎么办 不然就以阿罗汉为善之士 那阿罗汉也不容易找 不然就三国的 二国的 出国的 也不容易 那怎么办 所以 这个 这里有讲 他说退遥求其次 金上桌 这本金是大波涅槃经 他说 有八分之一的功德 就把功德分作八分 那有八分之一的功德 也可以清清 不用说 都五点 哪里找这样的人 有正量 又很能讲 比如说 末利潘孤姐 他有正量 他是阿罗汉 但是他不能讲 他能讲的人 负一定有正量 那么人讲有正量的 不一定有慈悲 就是生活没有慈悲 就是没有大慈悲 所以你要找到全德的 不容易 那所以他这里讲 涅槃经说 这个大波涅槃经讲 四一 四种人可以为一子 那初一人 就是第一种人 虽没有断烦恼 证实性 但已能通达佛性力的十六分之一 那 他有四种人 这四种人 基本上就是 大涅槃经的使用 我们来对照一下 大涅槃经 善知识文 四一 就四种上 四种可以一子的善知识 大涅槃经的使用 那导师这里只讲 就出于第一种 第一种 就是 没有断烦恼 但已能通达佛性力的十六分之一 那他其实是讲凡夫 第一种是凡夫 那他虽然是凡夫 为你烦恼 他是这么说的 为你烦恼 那么 但是 能够出于世间 多少度脱多少劳力 但是他有几种版本 出于世间 但是他 出于世间就是 他有烦恼 但是他向解脱 他要出世间的 出于世间 而且他有慈悲 多少度脱多少 他能够说法 能够说法 广为人说 能治少欲 卦诸犯戒 七令五果 我们现在讲 那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 就比较简单了 第二个是出国的 出国的跟俄国的 第三个是三国 第四个是阿罗汉的四种 所以他说 第一个出一 现在这三 现在这后面的三个人 我们都不容易见到 这个在御界 这个在色界 这个出三界 三界外 出国恶果的圣者 这是御界的圣者 其实连天方法 御界的圣者 这个是色界的圣者 五不还天的圣者 他下一次 在带人间 但是他已经离遇界了 所以他已经离遇了 这个还没离遇 这个已经离遇了 在色界 这个是出三界 圣者 这个都是圣者 那我们把这个讲 多首多多 多首老爷 那么于如来说法 广为人说 就是 王阳头法 你广为人说 广为人说 人至少医 化朱犯前 他自己 能够持见 少医之主 人至少医 他能够度化那些犯件人 化朱犯前 心灵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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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主要是这个是第一个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说法 也是大列班军的 他说 这个第一种 因为他有不同的版本 他说 应该是这个 他说 也是凡夫 那 于事恒何杀 他是这么写 于事恒何杀佛守 法补提心 这是大圣人 公私 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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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二式中不棒式的 這是法國立法軍裡面的 他講另外一個就是講這個16分之1的 16分之1功德 為什麼是16分之1 所以他不以一佛 金剛經講的不以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無眾善給 一棒四點 那麼與五橫河沙佛手 為人廣收16分鐘8分之1 就過一個橫河沙 五橫河沙前面是過四個 橫河沙發普離心 然後在第五個 第五橫沙佛手 那為他廣收16分中1分之1 不是 乃人不放四點 為他 不是 這不是 他覺得是怎樣 乃人與二師中不放四點 不可以放這個 然後為他廣收 十六分中1分之1 結果就是這裡面講的就是 這個善知識 你有煩惱 但是 能夠為人家講十六分之1的佛性 就是他道理沒有那麼近距 但是能夠講十六分之1的功德就可以了 他說 與五橫河沙佛手 與五橫河沙佛手 因為導師引用這個十六分之1 然後八分之1 那到底怎麼來的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與五橫河沙佛手 然後 未能廣收 一樣 那 法普提心 未能廣收十六分鐘 未能廣收 與二師中不放 未能廣收 十六分鐘八分 就一半了 那他這裡寫八分之1 所以他寫十六分鐘八分之1 就一半了 廣收 十六分鐘八分之1 就是 比如說這個經的道理 他說到十六分之1或八分之1這樣 這裡是二分之1 他意思是怎樣 就是說 這個善之是 前面講的要有五種 但是你找不到這個 這是四 四種可以移植的 這三個你都不容易找的 那這兩個是一類的 出國二國 出國二國都是 這個斷三節 二國是薄貪爭之而已 他也是斷三節 斷的是一樣 他都是在御劍 這個是七次人天王館 這個是一次人天王館 這個不來御劍 這個已經不來御劍 到社稅去 過環天去 這個 這個也沒在社稅 出三劍 所以他變成就是 善之是有這四類 這個是大波利百經的詩衣說的 我們有一個來看 很多經典等得不太一樣 那重點是 他沒有御煩惱 但是他有相解脫 處理事件 所以這是這裡講的 他說 有八分之一的功德 也可以親近 那這裡講沒有斷煩惱 但是通達佛信義的十六分之一 意思就是 其實佛信義就是佛法 能夠通達佛法就是真理 就是能夠通達真理的十六分之一 即使他不是完全通達 甚至沒有通達一半 只通達十六分之一 那為什麼是十六分之一呢 就大制度裡面有講 那麼聖文法 常常都講十六分之一 聖文法都是以十六分之一 十六分之一來講 就是少許 那如果大聖 大制度裡面講到 這個大聖 聖文法十六分之一 來形容 就是聖文的經典裡面 都用十六分之一來形容 形容少許 少許功德 十六分不幾一唯一 不當你十六分不幾一 就是來形容少許 十六分不幾一 不到十六分之一 來形容很少 那大聖法不是 大聖法 大聖法形容很少 就形容 這個 算數辟益 算數辟益所不能幾 那有時候講百分千分乃至 算數 算數辟益所不能幾 這形容更多 這個 一般就是形容 形容少數的功德 所以他這裡講 十六分之一之一 就是說 即使他只能夠跟你講少許的佛法 其實他懂得也不這麼多 他是能夠跟你講少許 他也值得你去去 就是 正法 只能夠跟你講少許的正法 他也值得你去去 他其實是在講這個道理 所以講 他說 末法善知事難否 如於佛法的形容有一分長處 那就是他有少許能夠利益你的 勝過你的 那你就無法清見了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說 這個大聖盤軍裡面 有講這個四一 那我們 這個是 那這個是依照這個經典可以講的 他有五種 那 成果書道裡面講五種 半詩 但是 這個 還有其他的經典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就所謂的善知事 農家裡面 一樣 他不講善知事 他講 益友跟損友 益者善友 有直 有量 有多文 損者善友 有便宜 有善友 有便宜 對等於是我們現在講 我們現在講佛法 大聖盤軍的四一 大聖盤軍的四一 因為他這裡重點只是在強調 即使這個人有煩惱 沒有得解脫 但是 他對你的佛法真上有利益 那麼就值得你親近 只是在講這個 那如果講 尤其師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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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善知事 怎麼樣親近善知事 因為 親近善知 天文正法 親近善知事 是思慾流之 重要的一話 所以 在很多經典裡面 都有談到這一點 每一個 大概經典發揮的不太一樣 那我們借這個來看一下 到底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大波內盤軍 就導師引用大波內盤軍 那麼 他強調的善知事 就是聖者 跟凡夫 聖者就是俄國三國四國 出國俄國三國四國 好 那這個不容易 凡夫 凡夫強調的就是 他懂佛法 即使懂得少許佛法 懂得比你多 他都值得你親近 他自己是怎樣 但是是正法 好 雖然他也有煩惱 但是他 他引解的佛法 比你還 比你還多 能夠引導你 能夠幫助你 一節思地論講到 大波內盤講師一 一節思地論講八種善知事 八種善知事 那第一個 我們來看 第一個是安住敬戒 這是一個慈戒 就是民用守規矩 他不管是在家 在家要守五戒 出家就要守出家的戒 那你如果你自己都 你自己都做不到 那你怎麼樣的交給人 那第二個是劇足多文 多文是很重要的 你前面有講到 因為你最重要的 你要文法 就要從多文來講 第三個 人有所正 就是這裡講的有定 他這個 這個有達實性 或是說前面 他有一些德 就是前面正德 善計的成就 然後定成就 定成就 所以叫做 人有所正 這個所正主要就是定 出場 入場 三場 四場 第四個 尤其是一個八種戰之士 第四個性多哀悲 就是這裡講的 悲悲 這個人非常的慈悲 對 一般我們講 能夠射受眾生的 有幾種的 第一個就是 能夠射受 旁邊跟很多人 能夠射受眾生 不管是外道 不管是佛教 乃至邪教 都跟很多人 一大群人 能夠射受 能夠射受人 基本上 如果從佛法來看 從佛法來看 基本上有四類 慈戒的 修訂的 有智慧的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有福報的 然後有福報的 基本上 主要的 主要是慈悲的 慈悲的射受人 就是最多的 如果把有福報跟慈悲的 分開 就是有福報的 慈悲的 確定會有福報慈悲 大概五種 這種是 當然如果有特異功能的 也有很多 那幸福安寧 慈悲是最能夠射受人的 沒有變了 神經病 第五个是心无厌倦 心无厌倦的意思就是 能够没有疲倦的一直说法度众生 度众说法 心无厌倦 上于安忍就是对于环境 对于众生 心无厌倦 深的发耳 对于这些忍略 嘲讽、听点、战畅 心无论不动 不积的 如果顾问 主要是说法的顾问 如果顾问 有一说正法 第八个 这个很多都是说法 这个心无厌倦是说法 也是跟说法的问题 所以说法是很重要的 这个也是跟说法的问题 说法的时候也有多 说法的时候心无厌倦 这个多文 都能说法 然后 信多来源也是 有越多非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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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过不非说法 我去信封 这个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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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这样失误 让我笑在你旁边 可是 它告诉你方法 告诉你道理 告诉你势力 你可以一直休息 重点是这样 所以說法的 第八个是 語句圆满 就是它在说法的時候 句主 圆满 句主 語句圆满 就是 說法的時候容易了解 意境容易了解 然後你明瞭清楚 你說法明瞭清楚 你聽了你就明白就知道 你容易了解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不會說他上面說的板頭汗水 你下面聽的頭汗水 你不會有這種情形 那就是說他語句言 那這個是一切是一定要講的八種善知識 給他講的也很有親切 如果是我們來講這個 寶基金裡面也有講四種善知識 寶基金裡面講的四種善知識 寶基金裡面講的四種善知識 四種善知識 應該要清淨 你中文來看你會知道到底 他這裡直接講到 所以我還好像是能夠為你說吧 但是我們從其他的經驗來看 就是稍微看清楚一點點 寶基金講四種善知識 一個 第一個 豬來求者 豬來求者 就是我們沒有完全照結論 然後就是有一些 後面有些法 什麼寫文就來講 豬來求者是善知識 第二個能說法者是善知識 第三個 叫出家者 就是你會叫你出家者 就是你會叫你出家者 就出於完老的 你會像以後的 意思的諸佛世尊 諸佛世尊之善知識 來求財或求法 就是來求你幫忙的人 為什麼 你竟然可以增長慈悲的功德 你真像你的福報 上知識就是能夠對你有幫助的 二知識就是 對你沒有幫助 或有損耗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 祝來求者 求我 求我 求財或求法 尤其是求法 他不懂 他還請教你 那你能夠因為帶給他利益 你自己得到利益 那這個就是你的善知識 就是你能夠從他 就是他因為他從你得到利益 那你增長了乳保 增長了智慧 也結了這些善理 你得到利益 那這個也是你的善知識 也是你的善知識 你得到求法 你能夠為他說的 那你為他說的那個 也是你的善知識 那第二個 能說法者 這個就不用講 能夠為你說法的 能夠讓你明白的理解 你怎麼樣會比較好的 你也是善知識 那就是 你增長你的智慧 這個是增長你的慈悲 增長你的福報 增長你的智慧 這對你有幫助 那能夠教你出交的 就是他基本上 意思就是說 能夠讓你向解剖的 趨向解剖的 出交並不是說真的 出交的 能夠讓你怎麼斷出交還好 趨向解剖的 那修一切善 你能夠修一切善 趨向解剖的 諸佛四周之善知識 這個不用講 這個是法基金法的四種善知識 還有一些是講 那講善知識就有所謂的惡知識 那怎麼樣的人 因為他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應該要親近怎樣的人 那還有就是說 怎麼樣的人我們應該遠離呢 一般來講 比如說他四種善知識 反過來就是四種惡知識 但是有一些經典 他特別有講 如果有哪一些人 我們應該要跟他在一起 我們就要講 我們就要講 我們就要定者三個 隨者三個 講到這個子供 指孝 指孝 我們應該講說 這個我數的時候 指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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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眾編的690 把所有它收集到有光波羅的經典 全部編在一起 690並不是佛 從第一節講到690不是這樣子 也是大波羅的經 金剛經在大波羅的經典第一段就是什麼 那大波羅的經全上編了690 它會是波羅西面 它裡面講到有九種佛知識 就是遇見這種有 我們就要給你 佛知識 寶丁就是非善知識 就是佛知識 就是不好 人家來講的就是屬6 一有屬6 一則三有 順則三 那我們來看什麼九種 第一個破戒 戒一般都放在地邊 像善知識 八種善知識 第一個是持戒 九種佛知識 第一個就是破戒 一切之邊八種善知識 第一個就是持戒 第二個 著著諸邪見 諸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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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受非法非法受法 不是這樣的 他會講的這樣 是這樣的 他會講的不是這樣的 他會講的不是這樣 你說八道 這個是著諸邪見 第三個是不律女 不正命 不律女 不律女 他不律女 他不律女去受監 不律女之間 就是他 比如說不律女 不正命 就是中文賣妥 賣妲 賣槍 殺身為略 打獵 這個是不律女 這個方法不好 邪命 行邪命 也是要正義 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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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命 不過是雙 implies 算不量 就是騙人 當然如果是雙upnder 或是幫助人 那又另外一個是 那基本上就是 這些行為對民來講 跟他在一起 對民的好處 你分之aine 那第五個是 有義語 那怎麼 就是保持忠略 就說四次還要變點消耘 就變點消耘 沒力了 講那些五、五、四、三個話 也會跟參跟打論 沒有正經事可以做 異熱的不感惰 感惰放肥 就是常常這樣 常常都是有很多的樂性 有七個樂生子 就是前面我們講的交出家 交你去向解多人 那你是好樂生子 就不向解多人 對於這種生死 你樂在其中 這個 聽到的 被補充的 就沒有補充心的 有被補充心的 這九種 這九種 愛舊五慾 就是 也是一樣 這個是 愛舊五慾 然後整天 或是因為世界這些事 南海南軍 所以有一點要修道的慾 愛舊五慾 這九種 這九種 是 這個 所謂 所謂 惡之師 他有講 雖長 憐憫 而不共住 這種人 你也不要 你也是要 慈悲他 他說 我對這幾種人 雖長憐憫 我們可憐憫他 也想要憐憫他 雖長憐憫 也不共住 但是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你要憐憫他 但是 你還是 你還是能夠幫助他 還是要幫助他 但是 你不要時常跟他在一起 因為會受他影響 這個是所謂的九種 九種惡之士 那如果是 寶基金裡面有講 四種惡之士 那 他跟四種善之士有不同 我們來看 寶基金表四種惡之士 他是說 是非善之士 其實就是四種惡之士 非善 非善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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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也固定是惡 他的重點是 他也固定是惡 但是他並不是 你應該去救的 所以他不講惡之士 他講非善之士 但是更古早來講 也是 也可以叫做惡之士 但是不是像 大法 寶基金裡面的惡 你看看 他第一個就是 求 他不是古早的善之士 但他並不定是惡之士 但是 對菩薩來講 不是善之士 就是這樣 好 那他第一個 你看 他四種非善之士 求生文者 求原者 另一種 求生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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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是受生文 他就是這樣 他是非善之士 他是非善之士 但不是惡之士 但是如果是 從這個非善來講 你可以講 就是說 你跟他在一起 你會受到他影響 你就不行不到道 你就會被捕 求生文者 就是這樣 求生文者 就是阿羅漢 出國惡國 因為四一 出國惡國 三國 四國 都是善之士 他並不是說 出國惡國 三國 四國 都是善之士 四國 不是 你是求生文 你是求解多的 但是你自私 不是只想自利 但你自利 非善之士 這概念不太一樣 第二種求援解者 身文援解 都不是 平少的善之士 求援解者 喜樂少事 少事少 少利 少希望 就是阿羅漢 什麼事都不做 什麼事都不管 也不是 他比較不太喜歡管別人的事 可是別人希望巴浪 就不管他的事 他也不巴浪 喜樂少事 重點在這裡 斷命之利 喜樂少事 這種也不是善之士 他能做他也不要做 所以不管他的事 第三個 學外到經典 眾世俗公益 學外到經典 學外到書 學外到書 就是我取安的意思講的 阿基隆講的比較長 但是我取安的意思講的 學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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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公益 重世俗公益 公益之利 重世俗公益 你也不要傾聽 第四種 你也不要傾聽 第四種 不是善之士 亂真是 就是 你跟他在一起也要好吃 譬如都吃也不穿 就是 你跟他在一起不愁吃不愁穿 吃好的 穿好的 到你到處 然後 又把衣服給你 又怎樣怎樣 好像就是 你世間上有一些利益 但是對你的佛法增加 對你的修道沒有利益 不管是什麼樣 都不是你的善之士 這個是總說 但真是一 不義法力 增加你世間上的利益 世俗的利益 但不義法力 對你的佛法 對你的修道 對你的學習 沒有利益 這種就不是善之士 你也不要傾聽 基本上 基本上這個是所謂的 到底我們 到底我們 我們學習佛法 我們應該要 清清整整的善之士 這個是 這個是 大波羅經裡面講的 九種問之士 跟大寶 不是大寶基金 是寶基金 寶基金跟大寶基金不一樣 大寶基金是 像那個書櫃 把很多種書放在一起 變在一起到寶基金 大寶基金 那寶基金不是 寶基金就是一本金 寶基金在大寶基金裡面 叫作 浦明浦三平 是不一樣的 我們講到 損者三有 益者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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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容易遇到 正直 情緒正直 這個直是正直 這個點的朋友正直 量 比較誠實 敦厚 比較有慈悲 比較誠實 敦厚 多穩 國學多穩 所以基本上就是言行正直 這個可以講 誠實 敦厚 比較老實 對 比較好 好像不會跟人家計較 這個是國學多穩 就是比較有智慧 正義 慈悲 智慧 大概是這樣 因為這三類的人 這三類的 順者三類 順者三類就是二字式 這個我們不要跟他在一起 順者三類 順者三類有 鐵木拼 順者三類 編幣 編幣其實就是虛偽假式 如果用產品來講的話 上网就是诺语茶变 诺语茶变 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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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 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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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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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孔子种的 巧妍的 这个 这个装头就是用虚的角色 这个就是绿色 巧妍的绿色 这就是 然后二位产片 就是这个来巴结你 然后中文就要来巴结你 讲好话 好好巧妍 巧妍什么协议 这种人都 不太能够修学 你们要是讲人导的协议 巧妍的协议 巧妍的协议 这种人导的协议 只想莫远的协议 他一直要这么做 只想莫远的协议 所以这种人人君子 人家都说人人君子 所以 可以读这一些的 这个是讲到善之士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刚才讲 你旁边的人 其实对你很重要 他会无形中引起跳舞 为什么呢 因为孔子 孔子 有一天就跟真子讲 就是说 如果以后我走 不死了 你看这个世界 子下会越来越好 子供会越来越差 为什么呢 真子就为什么呢 他说 另一位子供 都常常去跟那个比他 比他好的学习 他身边有 每一个人都是 有独特的问题 就好像 善才五十三章 这个人整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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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讲的就是 耗语嫌疾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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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下 耗语嫌疾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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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鞋舌存 但是自己越来越差 你没有办法 因为他增长 就是说 他常常没讲 这些人怎样 因为他亲近的就是不好 或是说 他喜欢在不如其之的当中 只找这些人 找这些人在一起 留言讲话 好说不论 他旁边的朋友 都比较不长进 这个此下 旁边的朋友 都是自己很愉悦 很愉悦的 就是此下可以从 这些人身上 也慢慢慢慢得到 就是自己的症状 因为这个人十分 久了觉得 你有些偷偷 这个人博学 你解不解 你自己偷偷 那不好的 那这个人生气 你自己偷偷觉得 你有耐性 久了觉得 你有耐性 这个人每次讲话 有讲粗话 久了久了 你有讲粗话 就变成这样 所以老公子就说 这个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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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子供 这个子供 等我走的时候 子下会越来越好 如果不再影响他 就是他没有 所以 无路自然之士 久而不为其向 无路 一善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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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路自然之士 久而不为其向 二人君 不善人君 无路抱为之士 久而不为其中 潜于莫忘 潜于莫忘的功能就是这样 所以徐子讲 等生麻中不符自身 白沙三年以至继练 也是讲 善之士的重要 我们先下课讲 这些时候讲 谢谢大家